字幕提供 籌碼動足先機 董蘭掌握季先 大家好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籌碼動彈大戶的盤後期盤視頻 好我們直接來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315點 同學這個上漲315點基本上它是創歷史新高了 然後這個ODC也是一樣 ODC基本上有灌一根紅黑棒上來 其實我相信這個盤 我們就延續昨天的講法就可以了 延續昨天的講法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到幾個重點 就是均線的方向是朝上的沒有跌破 做你看到的不要做你想像的 所以這個地方什麼 自己預計說這邊是高點 其實我也不能說不對 因為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想 長好多的不要買什麼之類的 但是就做你看到的不是偏多嗎 那520之後你說沒有題材了嗎 有啊題材一大堆啊 題材一大堆的話我們先看這個部分好了 昨天是這樣子嘛對不對 就連續幾個十字棒 所以這個均線都往上揚 均線往上揚也都沒有跌破 都沒有跌破的話 你看漸變這樣子 所以不是創新高 就創新高了嘛 只不過怎麼樣 只不過其實操作還是要選股 因為不是代表說什麼指數創新高啊 你買的東西就全部創新高就一定賺錢 我就舉00939跟00940就好了 兩個還在破發就沒有賺錢嘛 所以還是一樣在選股 還是一樣就是看你買的東西是什麼 只不過怎麼樣 只不過這個大勢 這個大勢 這個大勢就是偏多嘛 會創新高價不代表多頭啊 難道他是反彈啊 會創新高價不代表多頭啊 會創新高價不代表多頭啊 均線都是上揚的 所以呢所以也不用預設高點啊 好不好 那也不用預設高點後面呢 後面題材性的部分就這幾個嘛 這我們也講好幾天了 這是我禮拜五在上東升的時候的用的試試看 其實主要就是第一個跟第三個啦 你看這個回答才報嘛 今天在漲什麼 今天不是在漲這個東西嗎 這邊嘛 今天開始漲這個嘛 今天晚上會接牌嘛 會接牌就開始在發酵啦 這個外資的報告都寫多少 沒有人在寫1000以下的啦 會打現在900多塊啦 報告都寫1000多塊啦 好不好 那再來就是投信作帳嘛 投信作帳對不對 投信作帳有沒有開始飆 也開始飆啦 這個部分可能還不是太重要啦 好不好 就MNCI個股調整啦 對這個其實也可以看啦 但是呢其實這裡面有 我在意的個股 跟這個都有重複到啦 所以還是一樣做長線的趨勢股啦 那做長線趨勢股的話 我們先看這一個 同學 我現在我們這個已經跟大家接牌 還是什麼6125的廣運嘛對不對 這是上個禮拜 今天是禮拜三 這上禮拜我們跟大家報告的廣運 跟大家報告廣運 就壓在這裡嘛 那個下降壓力線要突破了嘛 會走人這樣子線型 基本上就是有人在空著線啊 這是禮拜一的廣運 好不好 就是已經怎麼樣 已經凸穿了嘛 跑上去嘛 所以跑上去就代表什麼 它凸穿了 禮拜一的廣運 這禮拜一晚上 上三里的廣運 像這個廣運 禮拜一嘛 這是勵志嘛 這是想像嘛 上面這一種不是我們的菜啦 你買這個要做什麼 下面這些才是趨勢股好不好 像這個廣運 然後呢 這是禮拜二 禮拜二的廣運 就亮燈漲停板 那如果說你是我們學員的話 你會收到這個抗訊 6125廣運亮燈漲停 恭喜先去報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有最高 今天最高是109.5囉 同學109.5了 109.5 當然尾牌有稍微震盪一下 震盪一下 我趕快請一個VIP 再去補個幾張 因為我知道有人丟嘛 有一個人丟出來啦 一個頭部老師啦 一個同業啦 他可能也不知道在蓋什麼 他就啊 先出一個 先出一個 我趕快去接一點了 就差不多這樣 所以 高點過高 低一點不過低 這個你說漲很多嗎 沒有漲很多啊 所以像這個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們已經坐在轎上了對不對 坐在轎上也賺了一支漲停 同學我們是賺漲停 不是追漲停 好不好 也賺了一支漲停板 這個應該震一震還會繼續往上走 所以就是 散熱的部分 散熱不是趨勢股嗎 是趨勢嘛對不對 然後散熱也跟他說過什麼 勵志啊 同學你看我們從4月29號開始跟大家講勵志 你看什麼水冷散熱漲價潮 那一天就他漲 勵志漲 勵志漲的話我們有做個短線架差 再來怎麼樣 再來你看我們跟大家報告的內容 稀不稀裡 我跟你說趕快追嘛 還是我跟大家報告說 他這個地方他要幹嘛 他發西幣他會定價 壓在160這邊 壓完他定完 他就不會壓了 沒錯吧 什麼時候壓完 就5月17號就那天新聞就出來了啊 5月17號的盤中啦 所以他那天怎麼樣 他那天不壓了 那天開盤 開最低的159 開160好不好 平盤是160那天還開159 所以是不是160 159以下 這個都節目的重播 你都可以去驗證嘛 然後現在怎麼樣 同學那一天收多少 那一天收一息 你就是要不壓了 這邊多少 168有沒有 轉換價168 那我就問你一件事情嘛 轉換價168要多少才可以賺錢 同學多少可以賺錢 訂168嘛 同學這個道理跟什麼一樣 你知道嗎 跟我們那時候跟大家講的那個 台藥一樣 台藥CB轉換價170訂出來 他幾乎沒有跌過170 都在170以上 常常都在180這邊 就是不太會到170以下 甚至像巨響也是啊 想像也是啊 他CB在71啊 雖然所以 現在搞到90幾了 所以 道理都是一樣的 你知道嗎 道理都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 雖然所以168訂出來的話 你就算那到底 對 到底 不太會低於168 所以就整個跑上去了嘛 那跑上去今天多少 同學 今天最高195了耶 我看195耶 這是昨天的短線法寶 沒錯吧 我相信那個學運如果說你在看節目的話 這是不是昨天的短線法寶 這些股票我跟你講嘛 誰 還用分析一款就知道利智啊 利智啊電視 這不就說那麼久了 沒有沒有賣分 我講過蝦巴玉喔 我有講過洪准喔 還是我最近有跟大家講什麼什麼貓連 沒有啊 我今天都跟他講利智啊 所以這個看到這個就是利智啦 不用趕啦 好不好就是利智啦 那今天怎麼樣 今天又往上走了 195同學 他這個訂168喔 195這邊差不多了啦 你看不能說差不多了 就是差不多會有人準備要幹嘛 到時候掛的時候可能就要有人會賣的 因為這個地方已經賺錢 探錢啦好不好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的是什麼 同學這兩支是散熱對不對 這兩支是散熱 其實它是怎麼來的 我們看這個圖啊 這個是GP200的機櫃 就GP200伺服器啦 裡面當然是放一些 如果說你從這邊看的話 就是放一些什麼散熱啊 然後GP200那個板卡的部分 就GP200上面是什麼 上面是V200跟什麼 跟Grace CPU的部分 就是整個機櫃基本上長這個樣子 這是正面 這是背面 那散熱是不是在這裡面對不對 散熱在這裡面嘛 其實說真的喔同學 這個就是後面的商機嘛 不是嗎 其實現在漲的都是這個商機 裡面的什麼GP UCP UGP就台電做的嘛 所以在漲台電這邊嘛 台電的COWAS這邊嘛 然後呢 其他這些什麼伺服器的 有的沒有的組裝 就是什麼什麼 廣達啦 圍影這些嘛 都在漲這個東西 其實就是從這張圖出來投資 投資的邏輯都是從這張圖出來的 這正面啊 這背面啊 這背面 背面像看下去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投資的 你看這個白色白白這個有沒有 其實它是什麼 纜線啊 銅纜啊 銅線啊 銅纜啊 銅纜啊 就在這邊啊 這什麼 伺服器那個 連接伺服器那個銅纜啊 你從正面看 對像我們剛剛跟大家提的散熱 你可以注意 從後面呢 同學我們在節目上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很多也是從後面出來的 你知道嗎 那也是從後 有些也是從後面來的 好我舉個例子啊 這是什麼 巨匠對不對 你覺得巨匠在漲什麼 想一想漲什麼東西 這個地方是70幾塊 同學這邊是70幾哦 這邊多少 這邊我已經講了 這是5月16號的 90這應該會正一下修正歸理 是90哦 75 75 76 77那時候開始買的 到這邊已經90了 已經漲了 快三成了 沒錯吧 最高不是96 不是快三成 幹不是 對啊 沒錯啊 整個拉上去啦 整個拉上去 這邊會稍微洗一下 洗一下修正歸理 他在漲什麼 同學 劇場是做沖壓件 機構件對不對 沖壓件 機構件 你這裡面喔 旁邊這些 沒有的機櫃什麼的 旁邊是不是一大堆機構件 機構件 機構件就他在弄的啊 他有在弄啦 如果說你從正面看的話 也有啊 這邊有一個白色的什麼的 什麼機構件裡面的 因為你機櫃一支一台一台抽拉的嘛 對那些機構件基本上就是想像在做的啦 你懂什麼 想像有切進去啦 所以呢 所以他才會長這樣啦 不然我問你 現在根本就不流行 不流行什麼生計 生計夠有夠流行 蓋一個保育 蓋一個搖搖搖 現在蓋兩三天就沒聲了 你懂什麼 就是他不是在長那個 不是在長生計啦 不是長瘦瘦針啦 好不好 北極星做瘦瘦針的都沒什麼漲了 這個做瘦瘦針針頭的怎麼會漲 而且瘦針針頭這樣營收不大 所以他不是長那個瘦瘦針啦 那是長什麼 長這個啦 長這個人家 長那個機構件人家才會買單 好那我們就回來看這個 再從後面看還有什麼可以看 還有什麼可以看 來這個 台藥嘛對不對 這你看很久了台藥嘛 台藥我相信我們已經跟大家示範很久了 反正 這支股票長線沒問題啦 外資都看多少 什麼260、270的 反正就今年差不多9塊10塊 明年14塊左右 後年差不多17、8塊 就是他整個是往上走的 他接近什麼 他接近就是800G的交換器 800G交換器 交換器放在哪裡 放後面嘛 這機櫃的後面就交換器嘛 不然這是什麼 這個就銅欄嘛 銅欄幹嘛 就連接交換器的啦 你聽到為什麼 就是這一台有9個交換器在後面 這個就是連接交換器的那些銅欄 交換器的800G板材 現在直接跳過400G了 800G的板材 板材就只有一家通過認證開始出貨啦 就是誰 就是台藥好不好 就是台藥 所以呢 所以 就他在出而已啊 800G 他不是在講800G 800G出在哪裡 800G就是出在這裡 就是出在這裡好不好 就是出在這裡 就後面這個 800G的部分 那我再問你 800G這個部分交換器出出來 因為是CC的對不對 CCL是兩個東西組成的 一個叫波線部 一個叫銅波 波線部就是要看Lowdk這邊嘛 Lowdk之前是根治東方啦 但是呢 但是 台灣有沒有人在做 甚至 剛剛通過認證 台灣有沒有 我跟你講 台灣只有一家 台灣有一家通過認證了 台灣有一間啦 就我們今天買的啦 就你今天開生活圈的時候 我們下去買的啦 其實我已經 我在看等他會不會壓回 結果哇這個壓回 我折去你才打完 馬上都拉上去了 趕快這裡一番趕快切圈去 切圈去後面鎖起來 之前沒什麼漲到啦 沒什麼漲到啦 這個喔這個認證通過了啦 Lowdk這邊的啦 台光電台藥 甚至藥滑 最近漲了那個藥滑的那個 波線部基本上都踏出的 這個圈圈 這個圈圈就是這個 再不買喔 如果說再噴第三根 這可能就很難切圈去 有要下來趕快買 有要下來趕快買 他通過認證了啦 通過認證 今年最少可以賺兩塊喔 今年最少可以賺兩塊 那今年可以最少賺兩塊的話 同學我問你喔 就這些 AI伺服器相關的東西喔 他們可能本一比十倍 很難啦 很少本一比十倍的啦 通常都在15倍到20倍左右啦 如果說賺兩塊的話 15倍就多少錢 20倍就多少錢 你可以自己算算看 所以這個價格 價格說真的不貴 剛剛起漲而已 好不好 就是他在漲這個東西 沒有事情不會長這樣 同學沒有事情 股票不會忽然突破前面的大套去 然後整個鎖起來 一定是有事情才會發生 有事情才會這樣子走啦 不然呢 大家都知道這一根是巨量長黑 巨量長黑再來股票就死掉 會跑上來就叫做有東西 有東西只是你可能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但是 我是老師啊 我一定比你知道什麼東西嘛 所以呢 所以祭台藥之後 對趕快靠這一支 靠這一支 到底邏輯哪裡來 邏輯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就這個機會後面來 我們從後面來 對 所以呢 所以就是 那個 交換器的板材 這樣去板材 然後呢 從台藥開始嘛 台藥再來怎麼樣 進去我相信我們那個年初之前也做過 再來就是波籤簿的部分 波籤簿剛好有一家通過認證 趕快來 趕快買 這要沒買 告訴你 然後呢一樣 那張圖 後面是銅欄嘛對不對 銅欄誰在做 台灣這邊銅欄有誰在做 銅欄喔 這一家 下面這家在做 下面這家在做啦 這個啦銅欄啊 下面這家在做啦 那還有沒有 你銅欄是連在什麼東西 那交換器嘛對不對 交換器的晶片嘛 交換器的板材是台藥嘛 但是上面要有交換器嘛 交換器要有晶片嘛 晶片是外國的賣倫的啦 啊賣倫誰代理賣倫的啦 啊賣倫晶片到底誰代理 賣倫晶片代理 上面這一家代理賣倫晶片啦 下面這一家做銅欄啦 所以呢所以同學其實 你說AI的邏輯喔 就是從那個突出來就知道啦 到底要買什麼嘛 對有交換器的 對交換器的晶片有銅欄 對交換器的板材 板材裡面的CCL 裡面的散熱 所以現在盤面上怎麼樣 基本上就在漲這個東西啦 你懂我意思嗎 當然如果說你要再深入一點 比如說台積電 台積電就COAS嘛 台積電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講就COAS啦 你就要嘛就直接買台積電 長線看好也創新高 好不好如果說你扛台電在那邊拖出來的邏輯就是什麼 CO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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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AS是穆德啊 只是穆德的營收 他現在就在400塊在那邊洗來洗去啦 為什麼在那邊洗 營收不是這個月啦 好不好他上半年普普啦 是下半年才會跳躍式成長啦 所以呢所以 反正我們已經 這個營收還沒出來我們已經賺了100多塊的價差了 現在就讓他整理一下 應該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先做別的啊快的趕快做一做啊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那張就是這張這張這張圖的 可以做的趕快做一做 你知道嗎這張圖的趕快做一做 接下來搞不好要做什麼 接下來搞不好搞不好做AIPC了啦 你懂什麼AIPC AIPC要出了 所以這個機櫃做完我們搞不好要做什麼 我們搞不好可能要開始AIPC了 因為怎麼樣 鴻基跟華碩都在漲了 你還在睡啊 同學鴻基跟華碩都在漲啊 你不要再睡了好不好 賺錢的機會又來了啦好不好 不知道買什麼的 來啦 你看有個優惠方案啦 五個零到年底啦好不好 掃QR CODE 讓這個帥哥來幫你 好不好 讓謝老闆來幫你啊 五個零到年底啦 那個現在快四搞不好要來了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做個簡單的結論 同學 其實我們一直跟大家提操作方法 操作方法其實就是 大盤創新高多頭啊 你還在 對就是 選對股票還是重點啊 好不好 所以有操作方法 趕快把會長的股票趕快卡個位置 好不好 有操作方法就有訓練就有下一次啊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 歡迎大家一起來賺錢 喜歡我們分析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和小鈴鐺 我們節目可以喜歡 底下推播 我同志你 我今天會各位分享到這邊 籌碼動足先機動能掌 我之前祝大家沒有操作 所以 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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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